你好,欢迎收看10月28号大华联地方新闻,我是陆宇慧 县政府举办有机农业月代讲堂系列第八堂课程 特别邀请到国立台湾大学食品科的研究所特聘教授沈丽颜博士 为大家介绍有机农业如何应用在食疗保健 在饮食当中可以简单找到正确方法,并且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县长许正位更希望民众可以深入了解平常吃的健康的食疗保健重要性 欢迎县长许正位提到平常大家都说一日苹果疾病远离我 番茄红了医生的脸就绿了 这就是告诉我们了解每一种食材的特性是非常重要 他也强调透过讲座让辛勤更多的农友们 真能赔利多方面获得不同领域的知识 而我们的沈教授沈博士对于我们中外的经典 以及特别是中国的医疗衣食是非常非常的熟忍的 也熟忍我们房地内经 房地内经防未必不知已定 所以在这里中卫也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要了解 从我们的产地到餐桌 刚才跟我们的博士聊天 他说从产地到餐桌 现在是不是这么稀奇 从产地到餐桌到健康才是很重要 沈丽言博士提到 过去大家都在追求健康的食材 成为餐桌上美味可口的料理 但是现在我们应该要追求健康的食材 成为餐桌上美味可口又健康的料理 有机农业的重要 以及怎么样 为什么它重要 因为它对我们健康会很重要 那为什么它对我们健康会很重要 所以我会分三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 有机农业为华联县的重要政策 花莲有机认证土地面积 约为全台有机认证土地面积的四分之一 居全台之冠 许正卫说 餐桌同时也是让消费者了解 有机理念的前哨战 希望大家能一起用最自然无害的方式 将有机概念带进家中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导